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是2019年1月22日 再给您分享一个IT杂谈的视频 什么内容 是这样 今天我在看这个刊冤中国新闻的时候 看到了一篇关于Java的新闻 咱们一起来看一下 我想谈谈我的看法 大家请看这个地方 2019年1月已到 Java8要收费了吗 它怎么写的很有意思 咱们一起来看一下 去年我也做过一个关于Java生命周期的视频 专门跟大家说了一下 从1月份开始Java8要收费 而且Java1也在收费 那么咱们作为公司来说 是不是继续使用Java 如果使用的话要交钱 所以个人来说 是不是该学习Java 我曾做这么个视频吗 对不对 今天一看到 他想说Java8收费问题 那咱们就看一下 咱们看这篇新闻 2019年已到Java8要收费了吗 据刊中国发起的Java8实用版本调查 国内Java主力版本仍然是8 没错 国外也是8 然后有70%的用户 仍在使用Java8 这个70%我不知道他怎么统计出来的 因为去年2018年9月份 才刚刚releaseJDK的11 不可能有很多公司都在用11 肯定有百分之 我认为有80%以上 至少百分之80以上 都在使用Java8 反正我是这么感觉 反正我们公司用Java8 对吧 然后这篇文章 就Java8是否收费的问题 有必要阐述 大家注意看这地方 红字 首先要明确一点 Java仍然是免费的 并不需要付费 他这个地方用红字描述 我认为他这个红字 就是在误导大家 为什么 咱们绑下看 他说 我解释了一下 Java8要收费 这个说法并不合理 为什么 因为是这样 因为2019年1月份 release的Java8的 最新版本是202 这个版本 您使用的时候 是免费的 所以说 他这地方说 Java是免费 那么有问题了 如果3月份 或者4月份 Oracle又release212的版本 那个版本 有安全漏洞的更新 那么您更不更新 如果您更新 那么Java8就是收费的 如果您不更新 那您可以理解为 Java8是免费的 这篇文章 就是在屁这个谣 其实是这样 作为咱们个人来说 你说 我现在用了这个202版本 没有问题 那么如果出了212了 那么我更不更新 我不更新 我就反正我是学习 我就不要最新的 如果我这个电脑被黑了 可能就我这些电脑倒霉 但是作为企业 作为公司来说 如果您用Java 如果您有安全漏洞的话 有安全漏洞隐患的话 您是不是必须要升级 对吧 比如像阿里巴巴 像这种腾讯这种大公司 如果用Java的话 你是不是要升级 你是不是要保持最新版本 要 如果要的话 那Java8就是收费 没有之意 所以这篇文章 我觉得它是有点 偷梁换柱 它是说 你一直用老版本 那么依然是免费的 你用新版本就要收费 No Java就是要收费 为什么 因为你始终要保持新版本 哪怕是个人 也要保持新版本 他这地方 把官网贴图说出来 说Java 个人会支持到2020年12月 其实不管知道什么时候 收费的问题 并不能解决 但是有一点 我要强调的是 Oracle的收费 它是向企业收费 不向个人收费 这个问题应该我说清楚 所以说这个地方 它可以改成 稍等 它这个地方可以改成 Java是免费的 错 Java是向个人用户免费 但是向企业用户 是要付费 这么改 这句话 我认为 反正作为我来讲 就可理解了 好不好 它这么说 绝对是误导大家 好 这个地方又说 它这个Java8是要收费的 然后怎么办 那你是不是可以升级为 Java的GDK11 不对 JDK11 照样也是收费的 大家请看 它这个文章有点旧 它说 2019年1月份 发布的最新版本 是192 不对 2019年1月份 最新版本 是202 这地方它说了 这是发布的 版本是201 202 这个没有问题 然后这地方说了一下 个人用户 支持到2020年12月份 但是企业用户 只支持到2019年的1月份 这地方写的非常的清楚 企业用户 如果想继续用Java8 我跟您说您要交钱 作为个人用户来说 您一直可以用到2020年底 都不用钱 是这样 咱们作为这个欧洲公司来讲 咱们作为这个欧洲公司立场 咱们来看 你是不是希望更多人使用Java 对吧 所以说你想更多人使用Java的 前提就是你的Java是免费的 所以说它面向个人用户 它会永远免费下去 没有质疑 保证它能免费下去 但是它从2019年1月份开始 向所有的企业用户收费 这个说得过去 那么作为企业用户来讲 就要来判断了 今后我还用不用Java 我如果用Java 我要交钱 我不用Java 那你转向P2P 转向卢比 对吧 转向其他的Node.js 都可以 对吧 这个其实是企业的一个选择 作为咱们用个人用来说 其实是不收费 我跟大家澄清一下这个观点 好 那么咱们说完Java8 咱们再说一下JavaJDK11 JDK11是不是收费 为什么 因为我看到一篇 不是 我看到一个网友朋友的留言 他说 我看这篇我现在能看到吗 看不到 这不管了 是这样 这个网友留言就是说 Java8收费了 那算了吧 那我就不用Java8 我用JDK11行不行 对 这就是我刚才说的问题 您作为开发者来说 你用JDK11 您也能用 是也能学 是也能干 您以学习为主的 以测试 以演示为主的 各种各样的事 都是可以 但是 您要想把这个JDK11 应用到生产环境 应用到企业中去 那不行 对不起 您违反协议 好不好 为什么我这么说 我不能这个空口无评 咱们直接上下 Origo官网看一下 咱们看看 这地方 大家请看 目前来说 Java11最新版本 JavaJDK8最新版本 都能够免费下载到 比如说 咱们下载JDK8 这个应该是收费前的 最后一个版本 我现在进入到了 201 202 对吧 我点击 这里可以下载 它是可以下载到的 咱们点击这个同意 然后咱们就可以下载 没有问题 对不对 但是 稍等 我看我这个能不能 把这个图给您放大一些 把这个网页 好 这地方我是可以下载到 没有问题 为什么 因为这个版本 是收费前的最后一个版本 然后咱们点击这个 综合预览 大家看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是讲解了一下 Java支持结束 这个地方的英文 其实就是跟他网站的那段翻译 没有问题 说的是2019年1月份 Java停止再做免费更新 如果您要继续想使用的话 需要成为这个企业用户 需要注册这个SE的订阅 对吧 说是这个问题 这边本来已经都给您贴出来了 对不对 这个地方 好 那么咱们看一下 Java 8就算是过去时了吗 如果企业想用 您交钱 如果是个人想用 您可以用到2020年底 没有问题 对不对 好 咱们再回家 再看一下11 稍等 我再冲敲一下 咱们再看一下11 11现在也是免费使用 但是咱们注意看一下这个地方 我看是点击一下这个download 咱们看这个地方 这是刚才Java 8没有的吧 怎么说 大家看 非常重要的更新 关于Oracle JDK 11的license的问题 什么license 是这样 Oracle JDK 11开始 它有两个版本 一个是收费版 一个是免费版 免费版是什么 是Open JDK 11 它遵循的是GPR 2的协议 所以说 如果咱们想用JDK 11的版本 如果想用免费的版本 咱们可以通过 这个JDK Java这个网站 通过这个网站 这个网站也非常简陋 去下载 Open JDK 11的最新版本 这个版本是免费的 没问题 同时也是Oracle维护 只不过这个版本 至少半年 您就要升一下级 至少半年就要升一下级 好 咱们回来 如果咱们不用Open JDK 而用Oracle JDK 11的话 该怎么办 那么就要遵守这个协议 好 我点击一下 这个协议 今天我专门看了一下 这是讲Oracle的最新的协议 这个协议的版本是 咱们先看它的版本 发布时间 往最下走 是2018年9月18号 9月8 对吧 这应该说是最新的版本 咱们这个协议 都是英文 我就不给您一个一个翻译 咱们看什么地方 咱们看Java JDK 11 Oracle JDK 11 是要遵守这个协议 好 那咱们看什么地方 咱们看这地方 我看能不能再把这个画面 最大化一下 好 咱们看 您不能做什么事 有的是说 咱们用Java Oracle Java Java JDK 11 不能做什么事 咱们就看这第一句话 您不能够使用这个程序 来做任何的数据处理 以及做任何的商用产品 企业内部的目的 您只能用于什么 只能用于开发 测试 原型建模 以及演示您的用程序 那么就是说 Java JDK 11 在2018年9月份 release之后 它就是为企业收费的版本 个人 咱们随便使用 咱们也可以下载道 没有问题 只不过 不能应用到企业当中去 如果您要想把 您如果要想把JDK 11 应用到企业当中去 该怎么办 两条路 第一 交钱 收费 对吧 第二 用OpenJDK 用这个JDK 当然这个JDK 大家请看 这个网站做的非常简陋 Oto也不想好好维护它 好吧 那么就是说 咱们从2019年1月份开始 咱们该怎么用呢 我给您总结一下 就是说 作为咱们个人学习来说 咱们可以一直免费使用OpenJDK 当然是 包括OricoJDK 咱们都可以使用 作为企业来说 不管您是用JDK 8 还是用JDK 11 都要收费 这是我今天的结论 如果有不同意见的朋友 也请给我留言 咱们一起来讨论一下 因为这个其实关系到 咱们很多网友朋友的IT生涯的问题 就是说 我要不要还学Java 既然收费了 我要不要还学 对 收费 它是对企业收费 对咱们个人用户 它是永远不会收费 您就放心 它永远不会收费 为什么 因为它想让更多的程序员 来学习Java 要使用Java 没有问题 对吧 然后它向企业收费 这是Orico的战略 这个战略 不会影响到咱们个人 它只会影响到企业 好不好 最后 我想再谈一下OricoJDK 和OpenJDK的区别 是这样 Orico它保证 从11开始 它保证两个版本 没什么区别 只不过是两个不同的build 是这样 因为以前我用过 OpenJDK 做我们公司的项目 是这样 我们公司是一个会员系统 也就是说 分为login前和login后 对吧 用户注册后的系统 我们现在是一台服务器管理 那么用户注册前的网站 出于SEO的考虑 我们公司建了十几个网站 这十几个网站 其实都是向我们的一个 这个数据库 用数据库进行注册 因为是SEO考虑 然后每个网站设计都不同 但是每个网站都用到了OpenJDK 同时还用到了Web Service 用到了API 那么就是说 这十几个网站 用户注册时 它的程序 其实后台是一台 API的Sava进行管理 那么我当初用这OpenJDK 发现什么问题 不定期的 这个我也找不到规律 不定期的 就给我报网络超时 要么就是说 网络连接 驻留在内存中 它不会释放 每个一段期间 我就得充起一下Tomcat 我再过一段期间 我就重启一下OS 才能够保证 网站永远的通畅 那么当时其实我也很苦恼 因为毕竟我是一台机器 我得天天用Nagios 去管理去监视 这怎么办 然后我就想 因为当时 因为是这样 我用的OS 是Ubuntu Server Ubuntu Server里面 默认的JDK 就是OpenJDK 当时我就一趟车下来的 因为它有五年的维护 OpenJDK 结果发生了 驻留内存 不退出 网络连接超时 等等这样的错误 那么我怎么办 我想了 算了 我呀 更新成Oracle的JDK 结果更新Oracle的 官方JDK之后 就再也没有这种 网络超时的问题 所以你说 这两个JDK版本 完全的一样 我这个还是不一样 当然我用的是8了 你说今后11 可能能保证它完全一样 这个我不好说 我觉得作为大公司来说 起码是1000人 比如说1000人以上大公司 您如果做您的系统的话 其实我还是推荐使用Java 因为它的稳定性比较强 如果您付费的话 稳定性自不必说 如果说是中小公司 比如说500人 不到1000人 或者说是200-300人的公司 其实我推荐您 在构建网站的时候 就不用Java了 为什么 收费 而且您的网站 可能也不小 CPU数也挺多 真的也是比费用 那么用什么 中小型企业 其实我对我个人来说 我比较推荐您使用Luby Luby Andreas 它开发起来也比较快 而且迅速成型 迅速可以完成您的想法 我觉得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也推荐给您 好吧 卢为啰嗦说了很多 关于GDK的问题 不知道我今天交代清楚没有 也希望网友朋友给我留言 咱们一起讨论吧 好 那这个视频就这样吧 咱们在今后的IT视频 再见吧 拜拜